观察身体的每一个动作 你的手和脚 你的全部都观察到 包括你的手指是怎么动的 你的脚是怎么迈的 必须全身关注 否则的话你就打不好 当然刚开始你做不到那么好 你就是走路 观察你的脚是怎么起的 每一刹那 你的脚是怎么抬起来的 怎么样的迈步的 走路的时候 你们可以这样观察自己 不要打妄想 这就是修身念主 就像一个外人一样 观察自己的每一个微细的一个动作 关在夜细 每一刹那都关得到 那是最好了 定力深厚的人 就会观察到身体的每一个刹那的 这一个动作 变异 不怎么抬起来的 怎么样的迈过去 怎么落地 如果打太极拳的话 就要身体的动作 腰怎么转 整个身体怎么样的配合了 那个就要更加的难一些 那么这个内观呢 它主要是讲 四念柱里面讲 受念柱 受念柱 受念柱是个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感受 你看我们的肉体 有很多的感受 眼睛看到的一些设法 我们有感受 好的设法呢 我们会生起乐手 耳朵听到悦耳的声音 我们会生起乐手 意识啊 能听到对你的赞叹 你起分别以后 然后呢 因为这个我慢或者我爱 也会生起乐手 那鼻子 闻到的香味 我们会生起乐手 舌头吃到了好吃的东西 会生起乐手 第五个是身体 身体的感受就更多了 那我们这个夏天热了 我们冲凉 冬天冷了 我们用温水泡澡 还有其他的身体的热受了 那身体上的热受 有很多 整个身体上 包括内脏都会有 那么你胃寒 你吃一些生姜 或者你觉得 咬吐 你也吃一些这样的药物 你会感觉到 马上就有舒服一些 减轻痛苦了 就有乐手 那么这所有的乐手呢 如果你不修行 你就会去贪着它 增长贪爱 希望这种乐手呢 就是下一次还会再来 你对每一次的乐手 都会生起一个贪心 就没有了平等性 当你失去了观照的时候 平等性没有了的时候 你不是客观的 你客观的时候 就是好像看别人的那种感受一样 对自己的所有的身体的感受啊 都观察它 那贪爱生起来的时候 你就看见了啊 因为我们肯定有悉心反应的 这个贪喜生起来的第一次呢 你观察到了 就知道了 那么呢 反过来也是一样 所有的这个 从眼 而必须生意的六个 我们不愿意的这个 觉受生起来 眼睛看到你不喜欢看的 你就嗔恨了 耳朵听到的 不喜欢的声音 你也嗔恨了 意识上 就是听到别人诽谤你啊 卢骂你啊 然后你意识就分别完了以后 也会伤到你的至尊啊 伤到了你的我慢和我爱的时候 你马上就会嗔恨 愤怒 那么这些觉受都会同时生起来 我们对这种称恨的觉受 称恨的习信 这就是习信反应了 称恨的习信反应呢 我们也是立马就觉知到它 而不是在那个称恨的习信里面 我完全没有觉知 那我们就 就没有修行了 所以修行呢 就是这个时候的觉知在 刚开始你对这个习信反应呢 还是很无奈的 无可奈何 但是你的觉知在 觉知在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一定要对峙 不是说你觉知到了 就客观看到了它 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用的 这个是一种高级的修法 就是很高级的阶段 就是说 当这些觉受来了的时候 你的那个智慧力很强 你已经不需要对峙它 就像海浪一样的 你就看见它 那个习气 它自己慢慢地就没有了 不对峙 这个不对峙呢 是高级阶段的修法 就是高级的禅师啊 它的定力很好 智慧很好了 它那个智慧力啊 则一关照到 那个习信反应 自然就没有了 它那个空性智慧啊 一提起来 所有的习信反应 自然就平息 这是需要空性的智慧的 但是刚开始 我们的空性智慧提不起来 怎么办 就要对峙 代表你眼睛看到 你喜欢的眼睛 你升起悦意的绝受 贪爱心同时升起 是吧 然后增长贪喜 这个时候怎么对峙呢 你就要观修不静观 用不静观来对峙 这种贪爱的习信 那么这个习信 就会平息下来 也是一样 你看到不喜欢的这种境界 你称恨了 你也要对峙 观它的无常性 观它的空性 甚至观它的唯实性 唯实观就是 观这个外面的境界 不脏 不悦意的射近 你观它是唯实所限 心实变现的 这也是对峙方法 那么这些对峙方法 是很重要的 这个称恨的习气来了 你觉知到了 然后你说平等心对待 这个不是 这样的修行 初学者根本就做不到 并且你也没有什么效果 称恨性来了 你虽然说不应该称恨 然后你也觉知到了 你的称恨不对 但是你有办法 你没有对峙 师傅经常强调 不对峙你就完了 你现在觉知到了 你的所谓的客观 平等 你平等不了 你平等得了吗 这种修法是一种高级阶段的修法 师傅刚才的开始 就是强调的这一点 就是对所有的感受 不光是觉知 一定要对峙 不对峙 你就随时也洗跑了 你会觉得很无奈 很难受 你想对峙 你想让他这个贪爱也好 称恨也好 那种烦恼消失掉 但是他走不掉 他不去 他老在你这个心里面 萦绕着你 三天甚至五天 你的那个称恨还在称恨 是吧 你觉得虽然不对 但是你称恨的喜气去不掉 是吧 你虽然观察到了 觉知到了 没用啊 你得对峙啊 有些人恨一个人恨很久 生气 生好多天的气都还没有消 看到这个对峙的时候 想起他了 还是很烦恼 那说明你就没个修 你得去对峙 对一个人起称恨心了 你一定要去 修知母念恩 当然观无我是最好的 没有我 没有我 你起称恨这种喜气 那观他 他也是无他的 他也是一堆习心反应 他也是个五蕴 你称恨这个五蕴没有用 这个无我就无他了嘛 他也不存在啊 你称恨那个五蕴有什么用呢 你称恨的是他的习性反应 是不是 他的习性反应呢 影响到了你的习性反应 你就称恨了嘛 那你称恨的也是他的习性反应 他对你那个诽谤啊也好 不管做什么 他也是他的那种业席 在起作用 你称恨那个夜席有什么意义呢 毫无意义啊 是不是啊 因为他是无我的 无他的 那我们不是很愚痴吗 是吧 所以说有无我智慧的人 就是有智慧 没有无我智慧的人 就是愚痴 愚痴呢 就是称恨他对其他众生的习性反应 众生没有他呀 你称恨的是这个五蕴 和他的习性反应 称恨他的行 就是射受想行使的行运 我们称恨他的行运 你有什么用呢 行运是无常的 无我的 那就是我们就愚痴了嘛 所以你这样观察 这样牢牢记住 然后平常就 哎呀 你又称恨他的行运了 这个五蕴是一堆五蕴 无常变换的五蕴 主要是称恨他的行运 还有他的实运 连带的就会称恨他的色运 本来你是称恨他的行运 有连带关系 是吧 然后包括他的身体 他所有的五蕴 我们都开始称恨了 都烦了 都开始讨厌 人都是这样的 愚痴 爱也是这样的 你爱他的行运的时候 然后你就开始爱他的色运了 爱屋即屋 就是这样 本来他的色运 你不怎么可爱 但他的行运 你觉得可爱的时候 其他的你觉得 他都好 都可爱起来 是这样的 神明不可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